那说到吃药啊 我就想起刚才咱们的话题了 就是说如果就是疼起来的话 可以就是适当的用药物来缓解 但是用药的时候咱们需要怎么注意 才能说既安全还能说 还能说缓解了疼痛 需要注意什么事 还是这样 刚才我说药物的治疗的话 对偏头痛的药物 止疼药物是很多种的 就是你对它的选择的话 我们也是有阶梯治疗的 你比如说现在第一次头疼 头疼之后 比如诊断为偏头痛了 我们可能先选一个最简单的 叫非载体的抗炎药 老百姓知道去同这 对不对 分泌的 这都是最简单 再往上升点疾力 可以吃点乐松 就这些都是很安全 有效的治疗偏头痛的 对早期的偏头痛 是有一个很好的效果的 如果是这个药物 这胆药物吃完以后 头疼没缓解 我们可以再上一个胆 就是针对偏头痛的 还有两种特效药物 一个叫麦角类的药物 麦角胺 还有一个曲普塔类的药物 这两类药物都是针对偏头痛 比较对血管 血管和神经那个 有效的药物 如果它俩还不行 再升一级 阿片类药物 阿片类药物 马菲 杜伦廷 这都是阿片 阿片类的药物 另外一个就是阿片类口服药物 比如泰勒宁 这个可以升到泰勒宁 就是你对药物的使用来说 一定要循序渐进 不能说一下上来 你就得用那个 这很妙 就是太大了 也受不了了 你比如说阿片类药物 本身它就有上隐性 呼吸意志 戒断那个表现 所以说这个 不到一定程度 你是不能这么用药 所以说就是 它是个综合治疗 刚才我说了嘛 你要不行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 非手术治疗 还有手术治疗呢 对不对 所以说要吃药的话 也得是分阶段的 好 谢谢 老师你听没听过 这种说法 我就是听周围 好多女性朋友也讲过 说这个偏头痛吧 还是悦子病 就当你悦科 你要是没做好 那个时候 一旦要是惹上这偏头痛 就以后没事 就容易偏头 它是这样 偏头痛本身来说 女同志跟男同志的发病率 二到三比一 也就是两三个女同志 可能会发病 一个男同志发病 女性的发病率高 另外一个 悦子病不谈不上 但是在女性生理周期的时候 来悦晶的时候 她可能会诱发这疼痛 因为她这个 激素水平的变化 你比如偏头痛的话 它是需要 有一些神经 我们俩叫神经地址 像五腔酸 化生死细酸 皮肤脂 这些神经地址 浓度增高 导致血管扩张 所以才导致这疼痛 可能女性的生理周期的时候 她的一个 激素水平增高 所导致这种 神经地址的变化 所以可能会发生这种头痛 这是对 对对对 我一个化妆师朋友 她就是 她没生小孩的时候 就是一到周期的时候 她肯定头痛 对对 这是可能的 那另外我还听说 这颈椎病容易导致肩头痛 这就跟刚才那一句一样 就是像女性朋友容易多 多得偏头痛一样 得颈椎病的人 也可能会得偏头痛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说的 疼痛的部位里边 不分三个吗 额 捏 诊部的疼痛是很多的 一般来说都是诊大神经痛 这个诊大神经痛 就是因为颈椎增生 增生之后 导致这种神经有卡压 神经有压迫 所以才导致这个 就是偏头痛吧 就是说颈椎病 可能会导致偏头痛 但不一定完全是 它就是发病率 颈椎病人 得偏偏头痛 发病率可能会增高 感谢观看